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被物价经济给牵动着重要的利率决策 但央行也不在乎台湾的经济景气 去年底台湾的经济灯号亮出了不好的蓝灯 透露出今年台湾的经济仍就是惊讶当中 该如何摆脱阴霾呢 台湾的经济依赖的是在外贸出口 全球贸易加速微缩之下 今年台湾的出口恐怕会继续衰退吗 如果想要扭转这样的窘境 又该找哪些的出路呢 介绍来宾之前先提醒您 别忘了历在最前线的节目 YouTube节目 要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赶紧介绍经济的来宾 为您邀请台经院研究六所 吴孟道所长 孟道你好 大家好 孟道 赶紧请上来 想要问您一下了 323号台湾央行是不是会升息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盯着物价跟经济量化指标呢 央行到底会不会升息 他必须要观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一个叫物价 一个叫经济 为什么要说关心这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最重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通常物价会影响到什么 我们刚刚有讲到 会影响到你的投资 或者是引导到你的消费 对 那如果今天假设物价一直往上的时候 你就发现大家就会很怕 我就稍微紧一缩死一点 物价讲简单 就是通货膨胀啦 东西越来越贵 我当然为了吃花更多钱 就没有办法去做额外投资了 是 没错 所以物价会影响 那经济会不会影响 当然也会 尤其经济的影响力更大嘛 尤其像我们大家在感受到 我说今年看起来是一个什么 相对比较冷稠稠的一个意义 冷稠稠一点的时候 他就会害怕说 那如果今天假设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是不是接下来可能 像无薪假的那个事情又开始慢慢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我可能接下来所得收入 可能又会有一些减少的变化 那我就会想说 那我就稍微买少一点 想要刺激消费 意愿就会变少一点 所以央行的决策到底什么升息 端看这两个重要的因素 来解读一下这边 央行自己看本身 今年到底这个物价怎么走 那当然央行最关心还是核心这一块 那核心CPI其实相较于一般我们讲的CPI 大概就差在什么 差在这些食物 差在这些能源的价格 他把它去除掉了 那为什么要去除掉 很重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些波动很大 太大 他也有一些所谓季节性的因素 所以他会造成什么 有一些时候你在判断的时候 如果因为这些季节性因素 没有把它去掉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误判 所以波动太大的有价蔬菜 先把它剔除掉这叫核心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所以核心通膨率哦 对 没错 所以他认为说什么 核心的CPI会逐迹的走低 所谓逐迹的走低 就是他每一季都下来的时候 他认为看起来今年物价他就不太担心 所以你发现到他估计什么 他估计全年的CPI大概只有1.88% 那如果是核心的话 大概1.87% 比CPI稍微小了0.01% 之前我们的通膨率CPI 可是标准很高2到3% 是 去年大概都在2%以上 所以大家会比较紧张 那如果今年假设没有2%的时候 他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来看这张图 OK 核心的CPI 因为这个相对来讲 他波动不会那么快 而且他影响是很多是什么 很多的民生必须比 他从去年2.8% 哇 这真的很高 好高耶 直接怎么样 掉到今年预估大概就2.44%了 可能第一季还有一些物价压力 所以你看到什么 最近的那个物价好像 又稍微反弹了 那个月的部分又反弹了 但是你不知道 从第二季开始 然后掉到1.93% 然后第三季1.72% 到第四季1.42% 基本上掉的幅度还蛮大 所以我先确认梦岛如果照你这么说 央行推估我升息是否升 升的码数升的速度 端看核心CPI 那如果以核心CPI来看 从去年你看第四季 到今年的现在是今年的第一季 推估一整年红色的核心CPI 是逐渐的往下掉 那么央行的升息力道 或者是升不升 可能就不用过度担心了 是的 没错 瑞昂姐讲的完全正确 如果假设真的物价开始往下来的时候 那我这个升息的压力 当然就减轻了 对呀 因为升息就是收资金 把钱收到不动的银行端 你没有过度的钱去买东西 通膨就能够压得下来 还有一个央行的关系是什么 是经济的状况 那如果今天经济好的时候 通常过去来讲 经济很热的时候 央行也会担心 因为担心什么 因为经济的往往会容易形成 这种所谓的资产泡沫 也会带动物价上来 那所有说今天 经济好的时候他会担心 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担心 担心什么 今天如果利率还是在太高的位置的时候 他会去什么 我们刚刚讲压抑消费跟投资 对经济会不利 所以你看一下各机构 基本开始下修今年的GDP 而且怎么样 他认为大概今年都很难保三 台湾不保三 对 不保三 那我们其实过去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部分就认为说 3%以上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且还不错的 但如果掉到3%以下 大家就会觉得稍微开始要紧张一点 就有弱付属 对比较弱 OK 所以你发现说 在不保三个情况下 我们直接看各个机构的预估 你发现台经济在一月底的时候 我们自己预估 大概2.58% 那如果今天是央行 是自己预估2.53% OK 都比较低喔 中经院跟主治疑 分别预估大概2.72%跟2.75% 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什么事实 主治疑估预估的时候是去年11月 对 中经院是12月 央行也是12月中旬的时候 我们是一月 你发现要什么 越接近现在 估计的什么 值就会往下修 对 梦道讲到关键了 去年台经院现在是今年估的 是 所以呢 越靠近现在的时间轴 GDP呢 估值反而是往下掉 意味着大家看经济景气 今年越来越清楚 结果呢 清楚的好像是有点下行 对 没错 那如果这两个变速融进来的话 请问 3月23号台湾央行 到底还舍不升息呢 请问 基本上不会升息 梦道就直接跟他说 3月23号台湾央行 不升息的几率高 民奖追 所以呢 景气对这信号又看出什么的讯息 是 我想大概如果去年 大家关心的事务价的话 我觉得今年大家应该要把焦点 重新拉回到什么 就是经济的上面 转到经济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今年的经济 在不好的时候 他这时候该思考 可能不是所谓的这一些 升息与否的问题 是这样 我什么时候停止升息 甚至怎么样 我搞不好还要降息 我听懂了 如果我继续在升的话 大家不投资了 也不消费了 也不买房了 那如果百业都萧条 只因为成本压力太大 大家都不做投资跟不消费 经济就更惨了 对 他会更加的压抑经济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经济 我们认为相对来讲 比较怎么样 比较没那么乐观 很重要一个理由是什么 你看景气对的信号 从这40年来统计 你发现什么 第一颗蓝灯出现到恢复绿灯 我为什么要从第一颗蓝灯 看到绿灯 因为什么 我们讲的蓝灯到黄蓝灯 到绿灯 通常怎么样 在这个阶段都是表示景气是低你的 绿灯才是真的景气恢复到平稳 所以我们在看景气要真的恢复到平稳的时候 基本上怎么样 大概平均会花11.7个月 从经济很差的蓝灯 到经济转好的绿灯 因此我先麻烦梦道 你也跟着我们往下看 这个就是景气对策信号灯 从红灯 黄红灯 绿灯 蓝黄灯 蓝灯 你刚刚讲的蓝灯 先来讲起 到底各自代表景气景气 什么样的意思呢 好 基本上你发现 蓝灯的景气出现就是什么 代表景气真的很糟的 所以他用低迷这两个字来定义它 recession是在蓝灯吗 是 没错 就是衰退的意思 所以recession depression都是在蓝灯 而且甚至是在一个萧条的一个状态 对呀 你看蓝灯机气很惨 对 就是在一个谷底的阶段 那黄蓝灯代表 刚好黄蓝灯就是在那一个转折 出现之前的一个 比如说在下降就是下降的阶段 OK 所以黄蓝灯一般转的 就是一种转向的概念 它在下降的阶段 什么时候要转好 什么时候要转不好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阶段的转折 那如果到绿灯的时候 它就到一个比较stable 就是比较稳定的阶段 其实这时候大家什么 看到绿灯的时候就会想说 这时候景气看起来 好像慢慢春艳回来了 已经在转好过程 对 绿灯是好 那当然从绿灯 又会到另外一个转上的阶段 叫什么 叫黄蓝灯 就是刚刚瑞涵姐讲的 黄灯的那个因素又进来了 所以它又有一些转折 而且这是转好的 慢慢转好 OK 那到最后就是一个红灯的转折 就很热络的 大家就发现 我很敢消费 我很敢出去 我吃东西我不在乎 因为什么 景气好的时候 大家都赚得饱饱的 而且跟你报告 红灯 骨气也大涨 通常景气热得不得了 可是很多东西过于不及都不好 像经济景气太热 梦到教过大家 景气如果太热 过度投资 炒作投机 就会越来越多 没错 这也得小心 总之呢 那看出什么端倪来说 什么时候景气落到第一个蓝灯 是去年的11月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今年的经济 相对来讲是没那么乐观 是因为 如果假设过去的数据是可信的 它预估还有什么 还有一年的时候 大概就是到今年 今年可能到11月的时候 应该就是到第四季的时候 景气才有可能真正出现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今年第四季看到景气 灰不到绿灯 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哦 为什么要说比较乐观 你如果去看 我说把12分 为什么叫12分为基础 因为这一次蓝灯出现就是12分 那12分有没有特殊的意思 有 什么意思 12分代表什么 你景气其实是沉到比较低的一个地方 那我就把过去 曾经出现12分以下的把它抓出来 对对对 有三个时间点一个是在1985年这时候 这个是延续之前大概有两 前面大概有两三年那时候 全球景气都是在往下掉的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2000年的时候 12分 那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就是什么 网路泡沫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全球景气也很糟糕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2008年 大概就是这时候 2008年那时候大概就是金融海啸 如果大家都记忆还很深刻 没错 这三个时间点基本上都曾经出现12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作为基准 你发现到什么 登号重燃到一样 我们的看那个 其实是一样 但是你发现到什么 它平均要花15个月 一年以上 对就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你说我们刚很乐观的预估 可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 但是说真的 如果今天真的还有一些 额外变数进来的时候 搞不好不排除 可能要到2020年才会复苏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经济因为我们的GDP GDP有C I 包括了G 政府投资 更涵盖了Export 减掉Inport的进出口外贸 所以台湾经济 外贸部分占了七成 跟外贸需求 我们如何观察 是 为什么要特别把外贸 这个部分拉出来讲 就刚刚其实瑞涵有提到过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 如果你观察看出口 出口占GDP比重 基本上大概七成 从2000年那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 到今年大概这三年期间 从原本大概五成左右 直接拉到七成 就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出口本来就很 影响台湾的经济表现 但是如果今天假设 又拉到七成的时候 我觉得它影响力更强 你发现到什么 刚刚讲2020年跟2021年 台湾经济为什么 我们是一个优等生 我们可以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 是为什么 因为出口的贡献带来 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 台湾防疫做得真的很好 在很好的情况之下 就让什么 让我们这些还可以继续生产 出货还是可以继续出 其他国家可能还限于封城 或是这种严格的管控充足的时候 台湾出口已经在热络起来 2022年9月之后的台湾的出口表现的话 你就发现到什么 衰退 衰退的经济开始 你发现到当全球发现 需求突然不见了 当开始大家发现 整个的这一些全球经济 好像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台湾出口就受到影响 没错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发现 已经连续几个月 连续五个月 开始都是负成 而且最近的这种负成长的力道 竟然增加到两成以上 这是负的21.2% 两成的出口衰退 没错 其实我要提醒各位观众 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今年其实看起来 经济状况还不会很好 是因为什么 你看去年出口很旺的时候是什么 是从大概是从第二季开始 几乎什么 它的金额都在400亿美元以上 这基期很高 但是你发现什么 从9月开始 就慢慢掉到400亿以下了 所以我说今年看起来 你就会发现到说 今年的上半年 对应到去年那时候 基期最高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样 你发现到我们的年增力 就是我们这种相对的表现 一定不会比较好 当然除了这个基期效应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影响我们出口 还是什么 因为还是这个全球的需求力量 OK 为什么我说今年看起来 全球贸易的情况会更加不好 我们直接来看一张图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领先指标概念 是什么概念 它叫WTO的商品贸易情依表 那我们都知道WTO就是世界贸易主席 它监控的就是全球的贸易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要看这个情依表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潜蓝色的这条线 是商品贸易的情依表 一个指数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先行指标 另外一个什么 黑色的线是什么 是实际的 就真正的发生的交易的 这些商品的贸易量的一个指数 OK OK 为什么要看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我把这两条图画出来的时候 潜蓝色的线通常会领先 黑色的这条线 真的 对 我把几个重要的转折点 拉出来就发现什么 这时候什么 第一个圈圈的这个 潜蓝色的点已经落底了 结果黑色的线 竟然大概隔了大概两到三季 它才会落底 没错 那你把它换成蓝色好不好 清掉之后 先看潜蓝色 刚梦到说 世贸组织的商品贸易情依表 是线性指标 蓝色的在这个地方落底了 黑色在这个地方才落底 我们看到 潜蓝色领先 那还有其他的呢 对 其他我画出来的圈 大概其实同样的意思 你发现到什么 就算潜蓝色到高点 黑色通常大概 我说的大概两季到三季的时间 才会到高点 这个也是一样 到低点的时候 黑色的线也是到两三季之后 才到那个低点 您看到了吗 潜蓝色的情依表 领先指标 全球贸易总量 既然潜蓝色的预告者 已经来到 对 所以 所以预测未来的 这些实际贸易总量 也会跟着掉下 一定会跟着掉下 所以我就说 今年看起来 当全球贸易景气不好的时候 你说台湾的出口会好 我是不太相信 梦到这里你说 说的我心惊惊惊 所以要个答案 今年2023 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经济体台湾 如果全球经济景气 都不好的话 请问 我们出口当然就不理想 2023的今年一整年 您的推估台经济的推估 到底今年全球GDP会多糟糕呢 如果经济的缓复苏 弱复苏或下行 下行还在复苏 并不等于 recession的衰退 更不等于 depression的萧条 那么请问会衰退吗 下行的力道有多强呢 是我想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的 这个衰退的 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 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出口的一个动向 所以全球经济今年会衰退哦 衰退的情况我指的是 整个相较于过去比起来 不是真正的负成长啊 就是今年预估大概平均 过去全球平均成长 大概将近3% 今年一定会落到3%以下 所以大概两不正上升 是 那就很弱了 是 没错 OK 感谢梦道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再归纳一下重点 为什么今天梦道 跟大家来谈全球经济 还有包括台湾呢 因为3月23号 今天3月8号码 3月23号 我们的中央银行 就要开利率决策会议了 会不会升息 原来他会拿两个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 国内的通风率物价 还在网上做标高吗 答案是没 您看哦 以今年4G的通膨 不论是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或Core CPI 都是下行的 通膨压力 今年是减轻的 台湾的经济呢 以各大机构的预估 台湾今年的经济 也是往下走的 连三都不保 所以经济也不好 然后物价通膨压力 没那么大了 如果我央行3月23号 再升息的话 那么所有的投资企业 民众买房子啦 投资企业啦 这些市场房啦 成本压力大大增加 对我们的GDP是更扣分的 所以呢3月23号 孟道给个答案真好 他说央行 不动 不升息 几率是大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去年 去年第四季 我们已经亮出了 经济景气很差的蓝灯 如果以梦道的资料 光看蓝灯 当第一颗的台湾经济景气 蓝灯出现 要来到了 哎 经济景气 从谷底翻扬向上 接到还不错的绿灯 慢慢地走向温和的 黄红灯 如果要接到绿灯 经济景气不好的蓝灯 变到经济景气将转好 或已经快要转好的绿灯 要花11.7个月将近一年 可是呢 去年第四季更惨了 我们的蓝灯可是12分哦 如果以12分的蓝灯为基准 从蓝到绿 要花一年有3个月 15个月 所以它会推估了 今年2023 台湾GDP下行的情况 几乎是底定了 在这里央行 为什么3月23号 不升息的几率是大的呢 今年请小心 台湾经济景气 还是比较难过的 比较煎熬的 可是偏偏台湾的GDP 以整体出口来说 整体的外贸来讲 我们呢 高达七成是出口比重的 出口要好 等要全球经济景气 是很不错的 偏偏 台湾的出口 在去年第9月份的时候 全球经济 因为疫情又在重燃 所以去年9月份 我们经济已经下行了 偏偏去年的第二季 出口表现是不错 今年的第二季 如果出口金额往下掉 去年季节又高 那么请问 我们第二季 出口怎么会好呢 还有一点 2023全球贸易量 是微缩的 光从世贸组织 WTO的商品贸易 情预表指数 前蓝色的 会领先黑色 实际商品贸易量指数 你看到前蓝色的 现在在这个位置咯 所以全球的贸易总量 黑色这一条 势必在今年会这个样子 那请问 全球的经济不好 贸易总量往下掉 我们的东西 要卖给谁呢 就是梦道最担心的地方 因此梦道 给大家一个重要的结论 他已经说了 今年全球经济下行 是一定的 我们的出口 可能还是会比较不理想 总之呢 你在投资呢 或在任何的领域当中 都得更加的谨慎 注意到风险咯 以上结论 梦道正确吗 是的 没有错 感谢梦道了 当然呢 梦道今天告诉大家 亚港的动作 台湾的经济面貌 可是想问 为什么呢 我们的出口不理想 来自于全球经济下行 全球经济的下行 关键就出在这儿 制造业 原来制造业都很差 所以全球制造业的景气 什么时候能够露出的曙光 明天找答案 感谢广大观众的支持 理财最前线YouTube频道 已经破万订阅咯 瑞涵会持续为大家制作 更多的专业 优质 好节目 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理财最前线增加 播出时段了 超级开心 每周日到星期四晚上九点 瑞涵都会在 理财最前线YouTube频道 跟大家见面 我们不见不散哦 principio 这个 executive 是自己里面財处 起开心 没有 打字幕rik DANIEL